防疫政策变动得很快 但是民众不一定跟得上 我们来看到是在屏东呢 有一家四口 儿子确诊了 妈妈打了三剂疫苗 父亲则是打了两剂疫苗 但是因为搞不懂到底要鞠隔几天 后来干脆是全家人都陪儿子在家隔离 至于在台南则是有妈妈 因为小女儿确诊而收到鞠隔单 想不到隔离天数居然是比小女儿还要长 她因此打电话给市府1999以及1922 想不到得到不同答案 也让妈妈无所适从 对 我一开始觉得很奇怪 台南这位做母亲的 在鞠隔中接受记者的采访面露愁容 为了就是小女儿确诊得要七加七 但自己收到了鞠隔单 却要七加三加四 让她不解自己的天数 居然比小女儿还要长 我怎么不能放她自己出去 然后我自己在这 透过图表来看这台南一家四口的防疫情形 六岁小女儿确诊七加七 而同住家人包括了父亲和姐姐 鞠隔三加四也没问题 但有疑虑的就是母亲 七加三加四这么长 莫非居隔天数是才累加制 而她打市府1999专线得到回复是十天 不过1922却认为只要隔离七天 关键原因究竟在哪里 卫生局是这么说的 台南卫生局强调由于母亲是同住照顾者 因此在小女儿解隔以后 就还要再遵循三加四 除了台南这家对鞠隔天数有异议 屏东也有一家四口 对鞠隔天数有点搞不清楚 在家人是因为儿子确诊 而灵性母亲已打了三剂疫苗 先生是打两剂 小一的女儿还未接种 因此依规定确诊者七加七 母亲因为已经打了三剂疫苗 新智上路以后快三婴免隔离 而做父亲和女儿的都维持三加四 做母亲的私下表示 鞠隔时间复杂的想要考试 因此最后决定全家人都陪儿子 在家隔离 疫情严峻 鞠隔时间也让民众 有点心烦意乱 记者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